那這幾年社群都有去參加 那現在要讓一個行動 對 那個OGP是一個世界上的一個組織 叫做開放政府夥伴關係 這個其實為什麼是我今天上台報導 其實我也不知道 因為祖后的人他不見了 那總之就是因為他是一個國際的組織 然後因為台灣不是一個國際上承認的國家 所以我們沒有辦法參與 那 有耶 好 我一直以為我的聲音 好 那所以我們現在的一群人在想的事情就是 那要如何實質上讓台灣的開放政府更往前走呢 所以因為LGP這個組織 它最主要就是每個國家會提出所謂的Action Plan 就是行動方案 然後它會有一個獨立的審核機制 去審核這個政府是不是有按照這個行動方案來執行 讓這個國家的政府更開放 所以這群人呢就目前包括我在內都在想說 那我們怎麼可以運用社群的力量去推動台灣政府 中華民國政府寫出這樣子的 寫出這樣子的行動方案呢 所以就有一群人持續在做討論 那這是我們在今天討論的成果 那就包括說這個小組 或說這個討論的這個坑要怎麼運作 因為它是一個GNV社群成員發起的坑 那它就會遵守一些GNV的原則 譬如說開園 開放這樣的原則 那這邊我們稍微討論一下說 譬如說怎麼聯絡怎麼參與這些基本的機制 然後我們稍微想了一下說 譬如說之後可能是每個月會開一個小松 然後大家會來定期討論 然後會有一些工作需要做 譬如說我們需要去研讀別的國家的行動方案 或是研讀別的國家像這樣推動的小組的流程 然後還有一些 然後我們1月預定會 1月預定會那個開一場小松 那這一場呢會是由雨庭 就是我們負責直播的雨庭 幫忙來協調說大家來喬時間喬場地之類的 那這個小組的成員也在 就是禮拜三的時候去找了唐鳳政偉 還有他們政偉辦公室的同仁去聊了這件事情 總之就是一個很有趣 然後就繼續往前進看可以進到哪裡這樣 那不知道中華民國政府會不會願意合作 那我們就看看我們社群的力量有多大 那如果大家有興趣了解什麼是OGP 或是想要來參與討論的話 都可以找這個小組的成員 那目前的話 目前在坑裡面的有我 雨庭 Stella 然後PM5 然後TTCAT 然後EPA 目前大概好像是這樣 那如果有漏掉的話就不好意思對不起 因為我們還沒有弄名單 那一切都剛開始 那歡迎大家加入討論 謝謝 好 我剛剛只是錄過啦 蛤